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法律是为有备而来的人服务的 而您准备好了吗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刑事律师 邓宏 邓律师 当时我们照这个南加大保健中心的全职妇科医生 Dindle Dr.Tindle 他近30年来借植物之便 对女学生进行言语及肢体的性骚扰 甚至以手指来性侵 那么他而且还针对特别不熟悉 美国医疗程序的中国留学生 那么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 美国和中国当局的高度关注 首先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 您现在目前代表了这个提告 原告人的这个律师这一方 那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目前的案情的最新进展 对 当然这个丁导 他在南加大营工作超过了29年快30年了 这个事情里面的话 就发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最关键一点的话是针对两个对象 以后两种行为 一个的话是针对这个医生本人 对医生的话他在体检的时候的话 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里面的话 没有经过病人同意私下拍照 然后这些照片里面 后来在这个校务办公室里面也找到了 第二种行为里面的话是在20年代 2000年之后 他自己在体检的时候的话 他自己要接受女同学脱开衣服 裸体检查 这个部分并且做一些很多 不是医生可能会做的一些评论 好像你身材长得很漂亮 你可以做model 这一类的话 就是说根本跟医务没有相关系的 第三类就是说体检的时候 手指精进去 当然的话在体检的过程之中 很多医生都觉得不可能会用这种手 不用自己的手指不戴手套这样 直到心境女的下体里面去做体检的 因为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当然这三个在过去快30年里面的话 这个案件一直都没有曝光 更糟糕的话 是学校校方那边的话 已经得到了很多投诉 但是校方并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 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 经过罗韩基时报的报道之后 引起很大的争议 现在的话校长在舆论的压迫之下的话 现在已经说他要辞职了 当然这个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 现在罗韩基市警察局也开始立案进行刑事调查 针对校医 他有没有性侵犯这个女同学 另外一方面的话针对民事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是已经有很多学生委托我们要求追求 这个校医还有学校校方的责任 因为毕竟里面的话校医有可能陶温面临的刑事的惩罚 跟民事的赔偿 但是更重要一点的话 是南加大校方的话 他并没有采取必要的自己的措施来调查这个性侵案件 就是在99年开始就有不断的报案 并且的话报案的人士是属于学校里面的护士助理人 他看到这个校医的话做出这个动作 以后不忍心 以后看到这些同学受伤 他们主动去报案 最后上市投诉 但是的话上市并没有真正的认证调查 在美国如果提这个性侵害 或者是性骚扰的这个时效 是不是会有受到限制呢 对 在Bill Cosby这个案子爆发之后 因为Cosby这个影星被指控 形成了很多要年轻的 想要有一个角色的这样的女演员 那时候但是报案的时候发现 很多事情就是14年以前发生的 15年以前发生的 20年以前发生的 加州的话一般对性侵的案件 有一个所谓的statute mutation 追选时效的追缩性是10年 但是这个案子发现了很多 以前这个影星被性侵的案子 都没办法立案 所以在2016年的后 加州通过一个SB813提案 这个813提案的话就将性侵的案子的 实缩的追溯期的话取消掉 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出 就算以前发生的10年以前 20年以前的 只要有证据 检察官都可以起诉 所以这部分的性侵的案件里边的话 实效性已经没有了 当然的话对告学校这部分的话 还是有实效性的 就是说你已经知道学校失职了 没有及时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往往是两年之内你必须要告学校 我们可以看得出最新的一个案件的话 是在Michigan State里边去 Michigan State里边我们记得的话 Larry Nassar这个是校医 他被指控性侵的体操 美国的体操队运动员 并且的话他也是Michigan State里边的校医 所以的话一共他当然后来认罪 被判了100年以上的劳刑 他一辈子也出不来了 当然学生告他也没有用 为什么他已经是坐牢了 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经济方面的赔偿 但是他受伤害的学生有332名 他提告了 告了Michigan State大学 告了美国的体操运动协会 还有告了美国的奥委会 这几下几个里边的话 在两个礼拜以前 他们已经是学校校防了 同意向现在提告的332名 受伤的学生补偿5亿的赔偿 电信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再请教邓律师 更多有关于男嘉道 下午1性侵案件的始末 广告后见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 现场为您请到的是刑事律师 邓宏邓律师 邓律师 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受害人 他知道说他当时接受 Dr. Dindal检查的时候 他是有受到侵害 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顾虑 就是说他怕站出来的时候 他会受到隐私会受到骚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作为原告律师的话 在受害人的名誉跟名节上面 您会提供哪些保护呢 对 在加州法律里边的话 他是保护原告的 他这个身份 隐私的 尤其在性侵的安全 我们不希望客人站出来以后 会二度伤害 我们有些客人的话 已经表示的话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不想让我老公知道这个事情 或者是男朋友知道这个事情 以后当然我们是尊重他的这方面 在法律上面的话 在我们树状里边的话 也可以用代号Jane Doe这类的名字来表示的话 为了保密 以后不让别人知道 因为毕竟里边的话 对这些受害人来说 伤害可能是很长时间才能复复 不像一个车祸发生的 脚断掉 以后过一段时间的话 会康复好来 心理这方面的问题 可能是一辈子的 我们有一些病人里边 有些原告里边的话 可以看得出的话 到现在还没办法 就是recover已经是快十年了 同样的他不相信医生 因为认为的话 这个医生里边的话 尤其是男医生以后的话 这样子动作的话 是伤害到他一辈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以后我们加州法律的话 在原告保护方面的话 做了很多的保护 有个性侵案件 你可以不露面 以后有很多案子 连当事人的身份不能问 有没有身份这部分 都可以问 并且这个案子取证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们也发现了 很多人担心事情发生那么久了 以后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办法能够 能够说服检察官的立案 或者是我们要说服陪险团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中的话就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里边的话 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故事 我们可以establish一个pattern 他们的做法里边 他的手段是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这部分的话 人多了 我们大概会知道 这方面 另外我们要知道 举报的人是护士 护士里边看不惯的 所以只要我们当时的话 护士值班的时候 这个学生是光好那段时间来 中国留学生 所以我相信里边这个案件 用这种的话 有corporation 有这种的话 可以说吻合的 这个护士投诉的时候 就是我看到 这个医生做这个动作 我不忍心 以后 同时的话 因为所有的医生 必须要对病人的病例 做一个保存 并且是永久性的保存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留学生 是不是在那天 在看了这些校医 并且的话 那天这个投诉的这个护士 是不是同时在那边值班 如果是这个护士看到了 我们病人也是说 有这样的行动 那基本上的话 我们可以说服陪审团 性情的事情又发生 那如果现在目前 在美国的留学生 曾经有这个不愉快的遭遇的话 那他勇敢站出来 他的签证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 在美国里边 就是针对这些受害人 他们特别有一个 所谓的优签证 优签证的话 就是说在家暴 性侵的案子里边 你只要站出来 作为证人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警察局提供一个证明 就可以申请一个优签证 优签证跟别的签证 不太一样的 就是优签证在案子结束之后 这个当事人可以申请绿卡 所以很多这种 像美国每一年 有一万个优签证的名额 很少用得到 所以也不存在排期这方面 所以一单子真的是受害了 以后因为你是F1学生的 不用担心 以后站出来 以后我们可以帮助 申请优签证 确保的话 他的学生身份 不会受影响 你知道这个Dr. Dindal Dindal医生 他事实上还有对媒体放话 他说他不认为 他有什么地方做错 而且他即使被USC开除之后 他其实不能算是开除 USC甚至用很特别方式 请他离开 那他有说 他说他离开USC之后 他要继续看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了解为什么到现在 这个警调单位没有对他进行这个逮捕的动作呢 当然的话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在2016年6月份 七名护士一名病人 向学校另外一个办公室 叫做多元化举评等办公室 就是那个办公室是调查性侵案件的 他们举报了学校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调查了一年 当然的话他们是彭这八位投诉人的证识 进行了调查 以后并且他并没有向所有的丁斗的病人发问卷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丁斗的每一天看16个病人 之后他过去29年看了多少病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看了很多病人 所以学校并没有这样子做 而是说彭这八位的证词 他们开始的话请了专家 也请了这个辩护律师 刑法的辩护律师 最后的决定里边 他就是说他的行为是inappropriate 是不稀当不合适的 但是的话 《罗罕记时报》的记者 他采访了20个人 以后包括护士 包括这个受害的病人 以后他们也请专家来了 并且他这专家里边的话是属于美科互产科的委员会的 还有的话也请了这个医生的医德的部分 还有刑法的部分 大家都认为这种行为里边的话 已经是构成了刑事的问题了 那为什么还不逮捕他呢 对 当然逮捕里边的话 2017年6月份的学校将他开除 为什么 Dr.Dindle他请律师 他说我告你男家大 因为性别歧视 因为我是男性的 以后这些投诉的是女性 以后因为妇产科里边 只有我一个是男性的 所以他们歧视我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今年是71岁了 以后的话我年纪比较大 也是性别歧视 以这个理文的话 跟男家大的话 发难 男家大的话 为了避免这官司 就说好了 你主动退休 我给你一笔退休费 以后没想到的话 这个罗韩基时报开始调查的时候的话 他问起来同样的问题 那么多的病人 那么多的护士 已经说这个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 而且他未来还要再继续看诊 对 这个时候学校的话 才向检察官办公室以后举报 才向LAPD立案 所以现在已经立案了 但是时间比较久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 对很多人来说 只是一个手指伸进去而已 以后没有强暴行为 很多人都觉得算了 以后另外一个的话 很多人误以为的话 就是说反正报了也没有用 以后时间已经那么久了 但是现在的话 学校的部分真正引起问题的话 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Dr. Dindle的话 他的执照要重新renew 以后他向加州的medical board 这个医生的管理委员会 以后要求延 那时候的话 南加大才发表官方的立场 说加州政府不应该 让这个医生继续职业 以后那时候的话 已经开始已经是 罗汉基时报已经是问得很紧 已经查得很紧 以后的话 直到罗汉基时报这个报导 登报前的一天 学校已经知道 这个罗汉基时报 要发表这个爆炸性的文章 以后他才马上的话 就是那时候提前一天 校长的话 才向学校发布一个内部的文件 他说罗汉基时报很快会说 我们学校里边校议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得出的话 一方面媒体起了个监督作用 当然的话就是说 也是因为媒体的压力情况之下 当时校董的话 54名校党一直是挺是个校长的 说校长没有做错什么任何事情 没想到罗汉基时报的话 社论发出来了 学校校长应该是辞职 以后在各种压力情况之下的话 校长才在礼拜五的时候 宣布辞职不干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里边的话 将来这个战争里边的话 不单只在法庭上 还有在媒体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 媒体的话就监督一个 尤其是南加大 在罗汉基的话 是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学校 一方面的话 他的校友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是财大支出 在那么多的私立学校里边的话 罗汉基南加大是 可以说筹款能力最强的 并且的话有几十亿的存款 来准备打官司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对很多律师来说也知道 这个主要是南加大的态度 我们刚才谈到的话 从2012年吴英取名案子开始 以后到季兴营的案子 我们可以看得出 学校的态度很重要 校方的话就感觉到 这个是我南加大那么有名 你们中国来的学生是求我来的 很多人说话每一年的话 现在2017年在南加大就读的 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话 有5400名的大陆来的留学生 还不包括台湾 香港 新加坡 还有东南亚的华裔学生 还不包括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学生 可以看得出里边的话 基本上三分之一的学生 都是Asian 都是亚裔的 但是的话在过程之中里边的话 学校有没有真正的 重视的学生 没有 所以我们为什么觉得的话 就是说 既从那么多的案子下来 我们不是针对南加大的 每个学校 我们是告诉最重要的话 就要让任何一个学校 在收留学生的时候 还要确定他们的安全健康 所以很多时候你想想看 一个大陆来的留学生 一年的学费大概六万 以后再加上住宿的费用 大概是一万五到两万 八万块钱 5400名的大陆留学生 还有包括很多来这边做研究的学者 在学校里边的话 大概每一年给南加大 带来4亿美元的收入 在4亿美元的收入里边的话 那是中国二级城市 整个城市里边的预算 一个学校能够将 能够将二级城市的预算 拿下来 可以是多大的一个收入 所以很多时候 并且的话 还有很多华人 也就捐钱 企业家捐钱 像谢明工程系的 一捐就是捐了2000万 给的工程学院 有很多这部分 我觉得的话 就是说我们华人付出很大 但是学校里边的话 我们希望新的校长上台之后 能够真正的话 不是追求 除了筹款之外的话 还要注重一下 学生的安全问题 对 学生安全问题 是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对 到异乡来留学的留学生来说 新来乍到的环境 你要怎么样自保 以及被保护 我相信这会是以后 我们要相当关注的重点 今天非常感谢邓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